現場有個電路是這樣的 到這裏有分叉 這裏有兩個電阻 接著到這裏有一個回合 這裏我都把這兩點之間電細差是六伏 我把這裏是零伏 這裏是六伏的電細 這裏因為用導線相連的話 這裏通通都是六伏的 這裏的電細都是六伏 不單止這裏都是接著的 用導線連著的 這裏都是六伏 這裏都是六伏 同樣道理這裏所有的地方都是零伏的電細 所以你見到這個電阻的兩邊的電壓 電細差是六伏 這裏是一樣的 這裏的電細差 這裏是一樣的 這裏的電細差 這裏是一樣的 這裏是等於這裏的電細差 這裏是很容易計算的 這裏是很容易計算的 這裏的電壓是很容易計算的 那難計算的是什麼呢 就是電流 這裏是一定是均速的 這裏是一定均速的 這裏是一定均速的 這裏是八安倍的意思是 每一秒有八庫輪的電荷走過 八庫輪 這裏會走過這裏 這裏都是一樣的 這裏是八庫輪的電荷 但它分了差 那會分多少呢 會不會每一邊分四庫輪 這裏是四庫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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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六庫輪 這裏是兩庫輪 這裏是六庫輪 這裏是兩庫輪 而這兩庫輪 是如何分配 這就是一個問題 那我們就研究一下 我當這裏分開的時候 叫做I1 這裏就是I2 那我這裏就是R1 這裏就叫做R2 一樣是用歐慕定律的 1除這裏 這個就是V2除這個 但我們不是說過 它兩邊這個電壓和這個電壓其實是一樣的 等於這個電壓 所以這兩個根本是一樣的 我就叫它做V 大家是一樣的 不同的只是R1和R2 如果它這個是1歐帽1歐帽 即是大家一樣的 很明顯大家的電流都一樣 大家就是平均分配了 將我8負輪每人4負輪 每人一人一半 但如果不是 如果這個是2歐帽 這個是1歐帽的 這個是2歐帽 這個是2歐帽 這個是1歐帽 你看到這個 它的分帽越大 它除出來就會越小 這樣就會變成了 這個只是這個的2分1 或者是反過來 這個是它的2倍 現在就反過來 這個電阻是它2倍 反而它這邊的電流就是它2倍 因為你阻力越大 你那個本身的電流就越小 那流經隔離的電流就會越大 這個阻力越大 那就導致流去這裏的電流就越多 而且還有成比例 這裏2比1 就代表這個電流是2比1 這裏佔兩份 這裏佔一份 意思就是 如果八庫輪有點難計 如果它除不進 原先這裏有八庫輪 在這裏 八庫輪的電殼 那如果它這樣流過去的時候 這裏佔兩份 這裏一份的話 那就是 除以3 這裏有3庫輪 這裏就有6庫輪 這樣流過去 這裏就是 這種電路 我們就叫並聯電路 就是會分叉的 這就是並聯電流,並且電流要乘比例,而是相反地比例 2比1代表這道電流和這道2比1,對比之前的串聯 這道電流和這道電流是一樣,就像這道電壓一樣 而這道電細差和這道電細差是不一樣的,是要把整個電細差分配給2個分支 當我去到這道時,這兩個分支會回合,這兩個分支會變成這個 這就是把電流分配給2個分支,而這就是把電壓分配到這兩段 這道電流分配給2個分支